田木雜作兩週年 恭喜 希望各位觀眾繼續支持田木雜作 好厲害 恭喜田木雜作兩週年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田木雜作兩週年 生日快樂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Hello 田木雜作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Color的Marv 恭喜恭喜田木雜作兩週年 記得繼續收看 恭喜Jeremy 完成了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現在心情是怎樣 我看你都忍不住哭 現在心情是 剛剛一落台立刻抱著花姐 狂哭 我跟花姐說 花姐我終於可以大聲哭了 即是在台上忍得很辛苦 因為真的忍得很辛苦 因為我覺得 大家真金白銀 賣票進來看 沒理由看我哭 所以我怎樣都忍不住 我有一點忍不住 但我希望自己忍得 可以唱完整首歌 先哭 所以忍得很辛苦 都算厲害了 忍到最後一首 忍得很舒服 是的 是不是感動的良心呢 是的 還有很開心的良心 因為其實 我沒想過自己這麼快 可以有一個這麼好的表演 和這麼多人看的表演 去到由籌備到今天 我一直都很期待今天的發生 和很期待見到這麼多觀眾 所以當我收到他們的能量的時候 我真的很開心 還有你今天都唱生日歌 和你一起唱 是的 我沒有預期這麼快唱生日歌給我 但是我很開心 這一個真是我今年最好的生日禮物 那媽媽有什麼評論給你去看秀 剛才媽媽很快就離開了 我想她今晚才給我評論 今晚再問她 或者之前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幫你打氣的訊息 我剛才開秀之前 她都特意去了樓下 就是那些 粉絲有很多暴擊扮 她剩下的營館 她已經去打卡 已經打完卡了 自己最喜歡哪一部份 啪啪也很喜歡 我自己 其實啪啪我也很… 我覺得是當了很多不同的東西進去 我也希望真的 給予一個很不同的不同的面貌 就像The Prism 一個不同的面貌 我喜歡不願意給大家看 所以其實 如果我真的要選擇的話 其實我自己也挺喜歡九個部份 就是B2人格的九個部份 有繩的那個 那個是真的 大家練了很長的時間 就是因為真的需要十幾個人 一起去做這件事 所以當真是順順利利地完成的時候 自己覺得是很開心的 那你給自己多少分呢 今次這個處 哇 八九十分都有 很滿意的 我很滿意自己 哈哈哈 尤其是因為跳唱那裡 也有很多一部份 就是都可以應付到 是 我想說我昨天排練的時候 我也是給全力去做 然後我是很累的 我是很擔心 哎呀糟了 我今天怎麼辦呢 但是到了今天的時候 反而是很輕鬆 我自己是覺得 哇 可能是觀眾給了我很多力量 所以其實是很順利地去完成了 但是 真的我覺得 啊 原來真的過得這麼快 就是 不捨得 好像 對呀很不捨得 就是突然之間就沒有了 唉 就完了這件事 那我就覺得 今次這個Rundown 我自己很滿意了 所以都 希望下 如果下次再有機會的話 做一個更加好的Rundown 是不是想多開幾場 因為只有一場 我自己真心問一下 我覺得這個Rundown 開一場就夠了 哈哈 因為太長了 因為太長 其實我完全沒有考慮過自己的體力 或者是聲音行不行 所以她選了很多這些比較難唱的歌 所以到了真是Full Run的時候 我就 啊 真是糟糕了 真是糟糕了 但是我也頂了 所以如果再開第二場的話 我應該都 聲音沒那麼好 我應該會 親民Sery 手背 是在Rundown 還是 自己加 大家認真看 我沒有親民 哈哈 我是隔空假裝親民 這個是 剛剛在舞台上 自己加的 是我 對不起 對 對不起 即是黃子沒有親過公主的手 是沒有親過 那個小菜蛋 是不是就是那些紙碎 是啊 因為那些紙碎 是真的一開始 Rundown的時候 我就已經問監製石蘇 我可不可以有一些 事業草的東西 因為我會唱小幸運這首歌 所以我想在上面寫一些文字 去多謝粉絲 所以就特意做了這件事 幾套衣服 抱歉 幾套衣服你自己最喜歡的一套 嘩 最喜歡 我想應該最喜歡女團那一套 哈哈 不是 因為其實說真的 本身我是認真沒有想著要露的 但是花姐就突然間有體驗 就說不如試試脫下 本身我裏面穿件衣服的 不如脫下 就是這樣穿件背心 再加上那件皮疙瘩 但是反而效果是更好 所以就立刻接納了這個意見 我自己也做一下健身 起碼也不會有太多的肥肉 讓大家看到 所以就在這個情況下 我自己覺得那套衣服我都很喜歡 但是你上三個部分是只有剪影的 為什麼這麼高興 不要按什麼 有些遐想才會看的 這些東西 on show 這些小勝 那我給你可能有點緊張 有點害羞 我on show 的時候就沒那麼害羞 但是如果你叫我現在就難一點 那說回Servinnie 因為這次找她做嘉賓 為什麼是Servinnie 因為我真的說了很久 很久 幾年前的時候 我已經 之前做雜誌訪問的時候 有問過想跟誰合作 我一直都是說Servinnie 因為真的 我聽過她的歌 然後又認識了她這個人 然後發現她真的很獨特 就是我覺得我們之間 如果有火花的話會不會好看 因為我們都在做一些很獨特的音樂 或者一些很獨特的形象 所以如果我們Cossova的話 應該會好好看 但你不怕被她抽水 我今天先抽她 哈哈哈 你贏了 我贏了 哈哈哈 有沒有機會合作 真的合唱這首歌 我也很希望跟她合作 所以今晚之後 我就立刻問她拿這首歌 哈哈哈 但是唱那首快歌的時候 不是有Mirror的兄弟在後面一起跳舞嗎 這個也是構思了很久的 這個又是大功臣花姐的功勞 哈哈哈 就是花姐有提議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這首歌是 其實它在我面對一些負評的時候 幫助了我很多的 其實Taylor Swift去做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都是想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遇到一些惡意的評論 或者是一些惡意的負能量都好 大家只要shake it off就可以了 所以這首歌我是很想在這次的演唱會裡唱 還有也很希望 就是加上兄弟一起參與 其實是很sweet 還有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將所有的富能量 所有的觀眾都可以一起贊去 有沒有想多謝誰 有沒有 城市有沒有想多謝誰 我要多謝很多人 第一個要多謝花姐 我剛剛在台上多謝了 然後其實也要多謝公司 多謝Mirror十一位兄弟 以及多謝ERROR四哥 然後還有太多人要多謝 以及要很多謝卡叔叔 因為卡叔叔真的有很大的功臣 去幫助我去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Pretty Crazy 其實我又特意去修改了一些重新編排 我也是丟一個提供給卡叔叔 說我想做這樣的音樂 在這個Rundown裡面有很多歌 我也特意是有一點點重新編排 所以是很多謝他幫我做這些事 最後一夜的Rearrange 是否都是你提供了一首歌 哦 這個是卡叔叔提議的 那他就說不如試試做 好像慢歌那樣唱吧 我一開始都想不到的 後來他做了這個編曲的時候 我就馬上感覺到 啊 原來這首歌變成慢歌之後 是這樣的訊息 大家如果真的聽慢歌的版本 原來是真的放下 原理把身體放下 真的會令人覺得 啊 我真的要放下一些東西了 所以很希望大家聽完這個演唱好之後 真的可以放下一些不好的 不開心的東西 開開心心地走出這個場門 就好了 你以為參不信寫了 以前中學的時候參加過音樂劇 還是你會不會都想再做音樂劇 都想的 因為其實那時參加音樂劇 真的排練很久 真的半年了 但是只有三場這樣的 但是很快就完了 其實我也很懷念那段時間 還有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一定會參加 寫過信的時候 你自己一目中很感動 或者眼濕濕 我想了很久 真的想了很久去寫過一封信 因為其實那封信真的 我還沒去到眼濕濕的 但是我是有很多感觸 就是我覺得去到今天 即是出道五年 有一個這樣的表演 可以給到自己 其實是真是 很大的一個鼓勵 很希望之後可以再做好一點 好 打一輩子有什麼感覺 打一輩子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目標 希望跟MIRROR一齊 入迪斯尼 衝出國際 入迪斯尼 入迪斯尼也好 可以輕鬆一點 我會盛傳你們五周年 在那裏開派對的 跟粉絲 這個其實我暫時未知詳情的 所以其實 如果真的可以跟粉絲一起入迪斯尼 是挺開心的一件事 大家都很擔心 你的餐廳見面那件事 是 有沒有嚇怕了 不敢再做生意 那只可以說買個教訓 我媽媽都跟我說 不要緊 下次再做好一點就行了 做多些功課 其實現在所有事情都是交給律師去處理 我都去了解現在的情況 也很希望可以快點解決這件事 那就是這樣 但是在你籌備餐 即是籌備演唱會的時候 可能有這些消息發訊 你都有沒有認罪 其實我當時都盡量令自己 專注在演唱會上 我覺得演唱會 對於我的人生來說 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所以我寧願將很多心力都放在演唱會上 大家心痛你損了手 損了手? 舌遲 舌遲是叫選手 不是比賽的選手 即是心痛你 無法做生意一定有事有賺的 所以下次再努力一點 那喔 呢 eleven 那 喇 努力 之後 Developer Earth 我們 阿 omet 真的 這個 很 人